5月10日至12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重庆 这是他就任特首以来首次到访内地中西部省市 期间出席了与港高层会晤及与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 参观考察了金凤实验室 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 国金中心慈气口古镇 并和在与港人港企座谈交流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 李家超一行参观了金凤实验室 金凤实验室目前已有20个科研团队入驻 李家超一行在金凤实验室参观考察了 先进病理科技馆智慧病理实验室 下一代诊断病理学转化中心等公共技术平台 并与实验室科研团队代表进行了交流 我到金凤这个科学城里面 也是参观了他们有一个科研平台 这个医疗的平台 香港也有重点的实验室 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有16国家 香港有一半是医疗方面的 生命科学的 这个跟重庆我觉得也有一个互乎的作用 在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展示中心 李家超一行了解了 重庆在一带一路倡议 长江经济带 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中的作用 李家超表示 香港是国际航运和贸易中心 而重庆正在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香港和重庆在国际物流方面可以优势互补 在千年古镇瓷器口 李家超一行品尝重庆麻辣火锅 此外他还坐在古戏楼广场上 一边喝着盖碗茶 一边欣赏川剧绝活变脸 李家超表示 重庆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发展优质旅游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谈及此次访问重庆的感受 李家超表示 重庆和香港一样 都是美丽之城和美食之都 此外 重庆和香港都是很有立体感的城市 两座城市的高楼大厦都非常密集 很现代化 如果你问我接触来的感受 我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描述 美丽之城 是一个山水之城 这个是第一个美 第二个美食 美食之都 有火锅 有面 也有很多小吃 这两点呢 其实跟香港都很一样 香港我觉得也是个美丽的城市 我们有维多里 港 我们的业底 那些出名的 我们也是个美食之都 大家不见 syllable 那是个美食之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